你可以去把他的對照28列的B欄跟C欄帶過來 如果是A型的話 如果是B型的話是29列的B欄跟C欄 就是透過第幾列 那程式大概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我想這個前面很多都講過了 所以我們就快速來看一下 剛剛在按鈕的話 其實寫完就類似像這樣 For i 等於6到25 大概這個25的數字你可以寫成動態去抓的 再來的話 第一個就是我的字型 要先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9號字 其實字型改成9號字 這個好像前面也有 前面沒講過 前面只有Color 有沒有 縫點Color 當你縫點Color之外的話 你也可以縫點 把那個Color改成什麼 改成size 就可以給他一個數字 他就會知道你要換多大多小的字了 其實這一招也可以學起來 以後的話 你要放大縮小字 就可以這樣來做了 OK 那因為我要跑回線之前 我先把他的字 先縮小一下 不然的話 好像預設就12 那再來的話 就是如果 哪一個儲存格呢 其實有的時候這個程式寫的時候 是一邊寫一邊看 看哪裡呢 看這個上面的 那要判斷的是伊蘭 所以寫的方法 我想這個應該各位 應該都不陌生了啦 有沒有伊蘭 Sales瓜胡 埃列的伊蘭 找到就是這一個 B 如果等於B的話 等於 等於哪一個 等於A 等於B 等於AB 然後再等於O OK 所以 就沒有else啦 如果你沒有 應該沒有第五五種可能性的 那你就是 if 有沒有 然後底下的話就是 else 多一個else 有沒有 然後else if 其他的話就call call 有沒有 有沒有 然後呢 做什麼事呢 輸出到哪一個儲存格呢 輸出到追欄 我是把它放在追欄 有沒有 追欄這邊 所以寫的方法就是 把追欄放在前面 等於什麼呢 等於一個信號 再加上 and的串接 那因為呢 我剛剛講過嘛 就是A型的是在28列 的B欄 有沒有 然後再加一個串接 就是換行符號 那換行符號 在那個VBA裡面也有 不過名稱不太一樣 在esale裡面叫CHAR 對不對 那在VBA裡面叫CHAR 少一個A 不過作用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動態的去輸出什麼 一個換行的enter 這個鍵盤動作 OK 然後呢 再去抓B欄 抓C欄 輸出 就OK了 那如果是B型 那其實你會發現上面程式 跟下面程式 差別只有在哪裡呢 這邊跟下面這一行 只有差別在 有沒有 改一下 所以你打個Ls 再把上面的貼上嘛 改成B 改成29列 29列 不就OK了 那當然因為喔 這一個範例 那個血型 是在下面 剛好同一個工作表 可是如果你將來是跨工作表 比如說你的對照表 是放在另外一個工作表的話 那當然你可以怎麼樣 就在前面再加上那個工作表名稱 也可以把它抓過來 然後Ls Ls 最後就完成了 OK 所以最後做完按下去 自動就幫我判斷 判斷哪一個血型 自動就該給什麼 清除的話很簡單嘛 就把上面的複製貼下來 給它一個空字串就OK了 所以這邊的話 把它按下去 就OK了 清除 那另外呢 還有一個方式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輸出的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的話 第二種 剛剛那種做法是輸出 是輸出成一個什麼 一個裡面的這個字 但是如果要輸出的是 輸出一個什麼 輸出一個公式 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公式複製一下 再貼到哪裡呢 貼到迴旋裡面 有沒有 這好像前面有講過 就是輸出是輸出什麼 輸出一個公式 類似像這樣子 有沒有 你會發現這個地方 如果你要輸出成一個公式的話 就是第二種寫法 第二種寫法 比較精簡 有沒有 就是還記得吧 就是 如果你輸出的話 是輸出一個公式 所以這邊的話 我是把它再加一個 血型底線 影片卡的這個 這個這個 程序名稱 然後呢 回圈範圍一樣 只差別是 在這個裡面 不需要做這麼複雜的邏輯判斷 而是直接交給什麼 交給它裡面 就是這些東西 其實後面